那就要再借我一下下时间 还好啦,我们只有第十个单字而已 第十个要重奖而已 好了,CHAT这个字,再被注意到 第一个,一,过去试 重复T加ED 这是第一个 二,聊天室 叫做CHATING ROOM 刚刚没猜到的,顺便可以把它跟上 这对我没写到 再来写个3,叫CHATING ROOM 就是线上聊天 没问题了 好,再来第十一个单字,叫CREATE 那这个字呢,其他人格说起来 它是一个几乎动词 就CREATE,后面大概都会创造出一个东西 只是你要写的是2 它的名词有两个 一个呢,是创造品 强到是你做出来的那个成品 另外一个呢,叫做创造力 C-R-E-A-T-I-V-I-T-Y 这个字叫创造力,也是名词哦 所以本身呢,因为我们的创造力 跟年纪是成反比的 所以你年纪越大,你的创造力就越少 所以就没有办法更有创造力 所以写了3 我直接在前面加个more 为什么?因为它是多一节 所以更有创造力的叫more creative TIVE 它是形容词 就是有创造力的 就是有创造力的 最后写个4 所以创造者 怎么说? 参参看 加 ER还是OR 对 ER还是OR OR 因为大部分不是 ER就是OR 那像doctor 什么editor 那个是OR 那stinger dancer teacher 是OR 去尝尝看 自己再把它全上去 这个字就是创造者 好 最后一个叫做sticker 如果这个我们在课文里面已经想到了 叫做什么? 贴图 对,所以被注 它是贴纸,也是贴图 可是也因为这样 第一个我把IA去掉 那它大概就是动词 stick是什么? 贴?好像也可以 好,一是贴图,写个UP 对,stick这个字是黏 你把什么东西呢? 黏在什么地方? 记得哦 stick的三胎 stick stuck stuck stick stuck stuck 那这个字什么时候用到? 你塞车的时候 譬如说这个人 got stuck in the traffic 就是这个人呢 被那个车证给卡住了 所以stuck 等一下,车这也有梗 这个也有梗 这个也有梗 好啊 你自己知道自己笑就好了 所以来 the ghost dog is traffic 就是塞车 简单来说是塞车 然后写个3 所以呢 如果今天我讲这个人是stick to 其实它是好的 因为stick to的意思是坚持 你固定在某个地方上 你专注于某个事情上 所以stick to的意思呢 除了是固定住之外 还有的是坚持 所以最后写个4 叫做sticky 黏答答的啦 黏呜呜呜的啦 怎样都黏黏的啦 所以叫y 就变成形容词了 然后人问我说黏怎么写 15班就问我 黏怎么写 写给你看 我会 因为我真的写出来了 我很确定写的是对 因为长得有像 黏的 说好棒棒 对 我写出来了 而且我是第一次写出来就对哦 因为我一下想不起来 我只想不知道什么 我就想要御 就换文章员 因为御叔叔 就是这个字 所以sticky呢 是黏的 好 没问题的话 现在课本打开 快点我拿把它上完 明白有人今天要去参加活动了 来sticky What can you do online 这在你们课本的第四页 来看看 除了这四个字外 你还能发明新的用法 第一个是channel line 就是线上聊天 这是几乎所有的人 大部分会用的 第一个 大概99%的人一定是这个 那个0.1%除非要回答字 像我爸现在会语音的 可是他写出来 因为他是用语音嘛 所以他写出来的那个字 我要自己去眼睛闭巧 我念影片 我才知道他是讲什么 因为他令语音辨识 有时候那个字真的很难理解 可是至少 算是channel line 来 所以这个是线上聊天 然后第二个呢 要画的是这个add friends 把这个s圈起来 为什么要加s 因为你跟他 两个相加嘛 就两个人啊 所以add friends 就是你家朋友 然后第二个呢 create a group 写个群组 不是团体 在英文里面呢 我们的翻译 我们把它翻成一个群组 像我们为了那个国三的呢 你们二月份的模拟考 有没有 我们就用创了一个群组 四个人的 两个出题老师 两个教题老师 我们就有一个re 出完了 41题的题目 21题的听力 我们出好了 再来就是听力的部分 可能再稍微改一下 就可以大部分ok了 好 再来第三个来吧 send a message 或send a sticker 写个to 一个人 只想要传送讯息给谁啦 然后最后一个我觉得 这是大部分台湾人 会用line的原因 因为line啊 这跟那个以前 我的年代 有个叫skype skype打语音电话 是很贵的 可是至少比打 国际电话便宜 ok咯 好 在下面 请你根据这个语音呢 把它字写上去 好 我先暂停 我先 直接 看一下那个 等一下去号码加几号 快速看一下 天啊 翻街上 等一下 请你去加三十一号的位置坐 不急 等一下我先直接翻到第十二页 听你听完的时候我就马上改 好了吗 一遍就好 就是要写出他对应的对话 没有加分一二 B listen and choose 1 my car broke down again what should I do 2 I don't know how to reach more people on my line at one time 3 my teacher sent good messages to help me deal with my bad feelings 好 去加三十一号的位置坐 人动 加三十一 最慢的站着 好 那就站吧 没关系 好 那我们看一下听力的部分 它的内容呢 因为你是要回答它对应的位置 所以呢 my car broke down 给我车子又跑毛了 what should I do 这就是第一题 好了吗 来 第二题呢 you know how to 记得那个how to 就是I can how I can reach more people 这是一次啊 要怎么样可以联络到很多人 要去创群组啊 是最快的方法 然后第三题是 my teacher sent good messages to help me deal with 那个deal with 就是处理应付 好 所以答案的部分是 A A B 我当着赶回去哦 再来上面的部分呢 记得看一下 来第一题 签这个字 thought 那thought呢 是think的过去式 所以第一个 因为它比这个过去式 还要更早发生 所以我们要用的呢 就是过去完成式 所以第一题要有have the prepared 再来第二题的话呢 要不要把这个before这个字 跟word圈起来 那因为看到这个word嘛 又比这个word 又更早发生了 所以只要看到过去式的 我们就搭配过去完成式 就是第二题 然后第三题呢 要圈的是这个字 叫做filed 比发现更早之前 所以呢 我们要用的是过去完成式 吗 就是我问你们啦 看清楚哦 有发现吗 我画的是这个字哦 可是为什么答案是got 其实是因为这个字 你们都画错了 把have the forgotten圈起来 因为它是比过去式晚一点点的 所以要选它才对 不要被骗 很多人都因为看到fold 啊 还在加PP啦 不是哦 好 再来前页的上面式 那记得好 第一啊 这个帮他画一个东西就好 是过去式 所以我就搭配过去式的和的 第二个 m是现在式 所以搭配的就是have跟has 可能是have 可能是has 第二个呢 就是这个字 since前面接 pp since后面接 ed 对 since这个字呢 你要注意的地方 since前面接 pp since后面接 ed 第二个 再来我们就画关键字 第一题呢 请你画didn't notice 第二题filed 第三题sofar 第二 第四题since 第五题意思 第六题since 第七题told told 好 其实因为这些字呢 你都觉得你答案了 第一题didn't是过去式 所以比过去式更早发生的 有什么 过去完成式 对 所以第一题had the left 那第二题是found的嘛 所以比这个发现的更早之前 所以就had the started 可是第三题型问题sofar 是什么意思 到目前为止 既然是到目前为止 所以既然都现在啦 所以我们当然是用现在式的have和has了 那第四题刚刚有讲到since前面接 pp 所以要用has 第五题意思是现在式 所以一定是到现在为止 所以叫have ever seen 第五题又有since 所以has never seen since前面接pp since后面接一滴 有发现吗 这题since前面接pp since后面接一滴 在这里 好 那第七题是比这个高速还更早发生 所以整体用的是had the happened had the happened 好 等待会就改回去 再来下面的答案是b 再来下面的部分呢 因为它是要你写出第一个main idea 这个main idea就是这篇阅读册 最重要的概念是什么 第一个它是c 就是它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 办理了很多很重要的角色 那一开始b 里面有讲到吗 一开始要干嘛 所以答案选不出 遇到麻烦 然后除此之外 你还可以做什么事 所以选b 好 再来倒者改回去 所以就是这一页的下方 好 最后的答案在这里 我然后念一遍给你听 1 好 这样就全部烧完了 嗯 我们基本上